Hello,大家好,我是阿辉 现在是傍晚了 我问过我叔了 因为比较担心他院子里面那个狗 因为一直在叫嘛 听到是不是没吃饭 反正不知道现在我叔回来没 然后我给他打电话 就是几个小时前 中午的时候 他说他在厂里没回来 然后的话他这个确实是带回家一只狗 确实带回家一只狗 我这边想了想 也不知道能做点啥 因为我也没有见到那只狗长啥样 家里面的话就剩这半袋狗粮了 本来是楼下这几只狗的 就剩这半袋 然后的话我估摸着先带过去 看那个狗是大是小 能吃多少 就是那样 如果是大的话就全部留在那了 如果小的话就倒一些 就是这样 力所能及吧 不然感觉老是想这个事 是这样的 他那个院子能养个狗 我觉得也挺好的 就是不知道他咋想的 因为我通过通电话的时候觉得 好像他说不太想养 就是这样 不知道给他吃啥 那我现在就赶过去啊 过去看一下 看一下他这个下班了没啊 回来没 然后现在到我书家了啊 我知道 打电话可能赶快了 我们回来啊 哎呀 你这就是多了个狗 我说今儿中午的时候过来 我闷关着 我停下狗叫了 我说那条箱子 我说那条箱子 我说那这狗 这狗长啥样 过来看看 带了点狗粮 怕 嗯 你中午没回来 他吃啥 他不吃饭吧 吃那样 吃屁吃 看看啊 然后我现在到我书家了啊 果然不出我所料啊 果然是这狗啊 就是这样 你猫是不会这么叫的 看起来特别的瘦弱 你哪来的狗 这肠肉痛死了 痛死给你了 给你我挣大了 狗干啥了 那都我也挣大了 干嘛不要了 人家叫 你小块啥 有小块都不想要了 怕咬住他 好吧 我叔说这个 是他厂里面的同事给他的 说家里有小孩 就不想要 就是类似于气氧了吧 你能痒 会痒 会痒 你拿啥痒 你不会给他买掉去 他不敢 他买了 我给你带来点狗粮 我看着狗有点大 然后带你给他倒点吧 你狗粮 你给他倒着 你给他吃吧 你给他倒着 你给他吃吧 你给他倒着 找个盆有盆吗 我倒着哪里 这是这狗啊 这个狗体型不大不小啊 吃吧吃吧 来过来 好吃吧 来 我给你拿过来啊 可以吃的 别害怕 没事啊 来 好吃吧 好吃吧 吃吧 没事 吃吧 吃吧 这狗有点 有点厉害啊 吃吧 吃吧 没事 我远一点 我远一点 让他吃啊 吃吧 吃饭吧 吃饭吧 吃吧 这狗也可恋了 张真大了 被启央了 你看你这 哎呀 吃菜 那是他不吃他都饿死了 但是我就只要看上他都关手了 那他睡哪里 还料 就给这儿睡吧 这儿睡也没 小五 你空了 你那东西都给他卖了 你看你拿弄的 嗯 我给他锁了根儿吧 这狗裹不来 是打住 没事啊 好好好 吃吧 吃吧 好 吃吧 好 吃吧 吃吧 尝一下 这个是狗粮啊 估计这个狗没吃过 估计这个狗啊 从小到大都没吃过狗粮啊 然后见背心特别的强啊 就是这样 估计被遗弃了那种心情啊 大家可以去想象一下啊 就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啊 当然这个环境也不是很好啊 就是这样 但是也 但是也也也也饭是个家吧 就是这样 哎呀 你说狗呢 你仰着吧 有啊 你不要给他卖了 你 你卖一下 嗯 我真正能给你说明 也有一丁点散心 没有给他买到狗粮饭收了 是不是 咱这儿不进狗狮啊 嗯 咱这儿谁要是 是耐心啊 真是给他卖的啊 也不知啥欠住啊 这儿瘦的狗是不是 买了几十块钱 就是说这意思嘛 你这远的 还平常也没啥人 你你给这儿 给你看个家伙子挺好的 是吧 嗯 就是啊 就是跟我说的 说的 让他养着 算了 到时候我买回来点狗粮 到时候给你拿过来点 给我说 好吧 到时候你为他吃狗粮 你要中午不回来了 你早上多给他放点狗粮 否则错了 多给他夹点水 你给他点过来 挪呀 我点我拿过去 我拿过去 到时候水给他多结点 那个盆水全收了 多结点水啊 我去结点 好了 给你结点水 下回看见我被剪了 我再看见你说 东露啊 叔 好像有点露啊 不是我的错觉啊 好像是有一点露啊 这个这个 暂时先用着吧 那时候空楼 我给你拿了一个吧 拿给他拿我 勾碰吧 那我碰 那我 好 那时候我给你拿了啊 嗯 这勾真厉害 你咋给他带回来的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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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链住的 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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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链子是 一致都拴住的吧 他给家一样拴住的哈 他给家一样拴住的哈 我去 没有一点自由啊 哎 咱是还是先拴住 也是为他猴 要不然放开 抛丢了 到时候人家再抓住他 都直接送到狗尺上 算了 还是暂时先拴住吧 嗯 吃吧 吃吧 等他半天 这个狗都不吃 这狗也是虚张声势 接下来 接下来 我把这个盘子 放在他嘴这 他本来想咬的 但是还是缩了回去 说明这个狗 应该是不咬人的 只是他现在太害怕了 所以才这个样子 就是这样 这个是吃的 不是别的 没事 好来吃吧 你看尿了都 我去这狗尿了 其实我只是说 只是说想试一下 看一下这个狗 到底咬人不咬人 但是经过我刚才的测试 现在他已经把铁链拉的 已经拉到顶头了 他一直在往后退 说明这个狗 一直在避免被伤害 他的这种心理 他现在他心里很委屈 但是他又不想伤害人 但是他又想 不想被人伤害 所以他 你看一直往后退 现在都尿了 说明他害怕了 他觉得他也没办法了 但是他又不能咬人 就是这样 可以吃 吃吧 这不是他尿的 是他尿的 可能是我的错语 吃进去了 好吧 他有点厉害了 按家里勾 勾料也没了 我专门给你拿了 我也想说要是削狗了 我稍放点 谁知道削狗可不算削了 然后接下来把这个放在这里 你可以吃 这个可以吃 知道 就是这样 我能做的就是这样了 水不知道能流到啥时候 到时候估计还要换一个水盆 我看着这个狗 我的内心觉得他挺可怜的 不知道为啥 内心有一种酸楚感 对我也是挺失落的 这种酸楚被遗弃的这种感觉啊 就是这样 我就是我觉得我挺理解他的 为啥 因为我也是自己一个人在照顾毛孩子 这么在家 所以我就很很懂啊 这种失落一个人的这种心情 再加上他还是被抛弃的 估计他的心情 估计比我还要郁闷啊 就是这样 对啊 现在我叔给他带回来了 我叔也是好心的 就是这样 好心啊 就是这样 但是条件有限吧 就是这样 人家说酸到这个位置 我觉得稍微会好一点吧 稍微会好一点 就是 不知道咋说 就是没住的地方 心情确实挺难过的 看他这样 不知道为啥 哎呀 哎呀 跟之前 我弟者 有没有爱过 我不知道 哎呀 要不然这种狗真敏感 太敏感了 嗯 没事啊 嗯 那这狗呢 就你先养着吧 有了 你养着 有啥情况 你说一声 啊 有啥情况 你被你被 先他饭料 你给他买一料 你被给他买了 好吧 不会 嗯 这样木多少钱 你也卖不了多少钱 是不是 好吧 有啥 有啥情况 木够量 你给我说 我 我想办法 好吧 我一养着 先养着吧 呀 等会儿给你开个家 多好 是不是 嗯 哎 就先这样吧 嗯